5月7日,涉嫌参与2019年11月18日香港邮监望暴动案的多位被告在香港关塘裁判法院再次受审。 15名被告继续被控一项暴动罪,应控方要求,法官将案件压后10个星期,至7月17日下午再次审讯。 在此期间,15名被告可继续以2000至5000港元获得保释,但必须遵守宵禁令、禁足令及每周到地区警署报道等条件。 据了解,案件涉及香港修例风波,2019年11月18日,一批示威者在九龙河新区域游监望区一带参与暴动。 期间,这15名人士被警方拘捕,包括周耀天、钟永祥等12名男性,及汪芷英、黄紫月等3名女性。 黄紫月是已经解散的港独组织《学民思潮》的前发言人。 15人中除了一名16岁的未成年人外,其余人年龄介于18岁至45岁,分别暴称是学生、银行职员、地盘工、水手及调酒师等。 他们被法庭控告曾在油麻地弥敦道近倭达老道交界,与其他人士参加暴动。 当日,之前获得保释的15名被告分别自行赶到关塘裁判法院受审。 在法庭上,控方指本案涉及多名被告,警方需要更多时间所约弥敦道所有闭录电视片段,以及检验现场证据,所以建议押后至7月审讯。 据悉,事发当晚在一小时内,有约250个汽油弹被示威者投掷出来。 在案件审讯结束后,被告纷纷自行离开法院,一些被告的同伙在法庭外撑起黑伞,试图挡住被告的脸部,护送被告离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